蓝忘机道,蓝家老被输败前去帮忙,别担心。 魏无羡摸摸肚子,道,小家伙可真会挑时候来,这几月事情那么多,凡事都要顾及我俩,也真是够你们忙的。 之前就在心中暗暗发誓,要在孩儿降生前将事情处理好,给他父子安宁圣活。 蓝忘机在他肩膀扶了扶,柔声道,待他降生,一切都会尘埃落定。 魏无羡摸弯着眼睛笑,硬道,一定会的,又换了杯茶水,陆离道,公子,你多少喝一些。 一旁花又轻也说,是啊,晚饭就没怎么吃,喝口茶吃些点心吧。 魏无羡叹了口气,道,白日里还没觉如何,此刻怎么如此担心。 他用手肘碰碰一旁愣神之人,道,怎么也不说话。 英文西道,还说我,你不也担心地吃不下饭。 家里几位前员都去了城南,魏无羡有孕在身,于是南是不可能让英文西参与这次行动的,怕他自己在家家合计就将人送来拦架。 其实也不算什么难事,三位至尊前员在,又有昆宇昆宇和陆峰,加之几个身手了得的敬畏,基本上也出不了什么事。 可自己看不见就控制不住地会去想,会着急担心。 毛荣荣感知到他的情绪,跳到魏无羡腿上团成一团。 他伸手摸着小东西的毛发,呼出一口,强行让自己转移注意力。 对了又轻公子,按你所知,若拿一个活人做实验,大概都会涉及哪些? 英文西被这句话拉回思绪,道,你是说那群人。 至人类分化后,医学方面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学习。 涉及最多的无非三方面,线体,信箱,生育相关,花又轻想了想又到,若正途,多是在研究如何医治线体发育不完善,信箱缺失有益,如何让人体顺利受孕,急孕后治疗,等等。 但若非这些,那就会涉及到先前我们所说的,更换或强行移植线体,改变信箱味道或者用药物将其遮蔽。 我想,他们抓特定的人做试验应该会研制什么东西出来,花又轻皱了下眉,说,可以用滋养或供给来形容,滋养着某个人的线体,而这个人的信箱与他们所抓之人有着某种联系。 听完他的话,英文西不可思议地眨了眨眼,未无限的眉心皱得更深。 他道,这么说,除了直接被割除线体进行倒卖的,被他们所抓之人都不会立即死亡,而是被慢慢折磨,取线叶血液,不停地取,就为了滋养着什么人。 路里亚了一声,道,这也太坏了,那么多人的命,就为了一个已经坏掉了的线体。 花又轻道,我与卫医师研究过,相近的信箱确实可以起到滋养作用。 他看向卫无限,又看了看英文西,道,其中一种是你与二公子这般的,同属性,高契合度。 这样的信箱结合,会让彼此越来越好。 当然,若四兰儿这般的,也会越来越依赖兄长,兄长也会因与兰儿结合产生变化。 卫无限顺着他的话说,另外一种是同属性线体,依靠信箱间那点牵连,取之,攻击给需要的人。 确实如此,花又轻道,若自行分泌来不及攻击,怕是要从血液中汲取。 被取仙叶者会一点点虚弱下去,直至干涸死亡。 一路离,只觉后颈发凉,他往英文西身边靠了靠,感慨道,那岂不是太可怜了? 英文西叶道,是啊,可能刚刚分化,还未来得及欣喜,就被抓了去。 卫无限道,我先前一直在想,他们为何要费尽心思去救那个人? 那个人很重要吗? 陆离嘀嘀咕咕道,莫不是这人有病? 还是有什么执念啊? 腿上毛茸茸被摸得舒服,应了一声后,翻身露出小肚皮,连眼睛眯了起来。 卫无限笑了下,继续道,阿离,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医师上看见的那个更换线体的双生子吗? 记得记得,陆离睁大眼睛,道,你的意思是,那对双生子,陆离又仔细想了想,公子,那对双生子若还在的话,已经四五十岁了吧? 我们云深也没听说,有这样的两个人啊。 英文西也道,是啊,若真是那对双生子,一个前缘,一个昆泽,该很好认才是。 魏无限看向花又青,道,又青公子可还记得。 你说他们研制出了遮蔽气味的药物,那我们所看到的会不会就是两个昆泽或者两个前缘呢? 对哦,陆离道,伪装一下,那大家不就认不出了? 更何况,双生子也不一定长得就一样,这样我们岂不是根本察觉不出是谁? 英文西叶越发地认真分析起来,一时忘了担心于诗难。 他道,确实会如此,茫茫人海,想隐藏哪有那般容易找到。 腿上传来细小的呼噜声,是小东西睡着发出的。 几人齐齐看去,相视一笑。 英文西道,阿县,他都睡了,你可乏累,要不要去小气一会? 陆离压低声音,道,是啊公子,我去厨房端碗糖水过来,多少吃些,然后去睡会。 好,聊了一番,也没那么担心了,魏无羡道,去吧。 另一边,事情进行得过于顺利,总觉得有有什么不对,于是难道,这是知道风生逃了,还是再给我们下套呢。 蓝西尘也道,确实比想象中容易了些。 他们几个都没动手,只几个属下与之打斗一番,稍弱地受了些皮外伤。 不远处,一些随从正忙着轻点缴货的长色散。 数量很大,看得出是分批购买的散货,有些都还散着。 几个受伤的属下互相包扎,身边地上趴着抓货的看药人,身份还需审问。 蓝忘机道,并未感知到异样。 于是难道,让你的神龙上去盘旋一圈。 蓝忘机点了下头,下一瞬,白光乍现,滑溜溜缩大的身躯罩住了城南整座山,惹得下方其他人纷纷仰头去看。 于是难道,或,他到底能变多大? 蓝忘机道,不知。 也就是没试过,于是难嘖嘖两声,还真是深不可测。 他转头问蓝溪尘,大公子,你可有分化之兆。 我这些时日话还没说完,蓝溪尘尖头忽然冒出个小脑袋来。 于是难一惊,不可思议道,何时的是? 怎么也是龙。 蓝溪尘笑笑,伸手在尖头拍拍,柔声道,不要胡闹,随后对于是难道,是麒麟。 他分化出灵兽这件事,知道的人并不多,蓝忘机也是前两日才得知。 因为确实是这些日子才分化的,还需训诫,也需要更好的加以控制,稳妥起见,就没有对外声张。 麒麟,于是难在心里感慨,还真是兄弟,分化出的灵兽都属同等地位的神物。 与蓝忘机的白龙相比,麒麟亦有龙手,只是身子与龙不同,都是祥瑞之兆,不愧是蓝氏双臂。 龙与麒麟都是祥瑞之兆。 蓝忘机的神龙已经被民众信奉,若得知蓝溪尘又分化出了麒麟,那他们对蓝氏的好感与信任定会又加一分。